哈喽大家好 看我的白龟三兄弟 他们的新叶子全部都长出来了 这是老大 老大的这第一片叶子 我当时感觉还是不错的 又开背了 然后井也还可以 但是转了土培之后啊 他这个第二片叶子就没有开背 但是这个井也还不错 然后 他的第三片叶子 就绿了 可能是老绿龟当时灵魂回来看了他也 不过他现在最新的这片叶子 也就是第四片叶子 我感觉 又还可以 他的这个井嘛 有点像撒金 反正也开背了 而且绝对是比这片叶子要好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杆子 之前的杆子呢 确实也很绿 然后慢慢往上 这里有一点白白的拉三 然后再往上 这里最新的杆子 多了那么一丝丝白 综合他的杆子和叶子的表现情况来看 老大的这个井 还是有在变好的 再来看一下老三 先看老三是因为 老三现在和老大一样 也是四片叶子 哎 不对 他这中间之前有片叶子 被我捡了 哦 好像是因为国庆节的时候 有一片叶子贴着窗户边 然后给晒焦了 所以说老三本来应该是五片叶子 就比老大多长了一片叶子 也就是说 他比老大多长了一截 他们明明是差不多时间砍呢 那为什么老三要长得比老大快呢 那大概就是因为老三他比较绿 看他前面的这几片叶子 就几乎井非常的少 再看一下他的杆子 也非常的绿 这个杆子真的是太绿了 几乎看不到井 真的是只有一丝丝的摆 直到这最新的这一片 看这个杆子 这儿 这里终于开始多一点白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叶子 真的是不容易啊 所以老三的井也在变好 再来看一下老二 其实老二他也是长了四片叶子 但是他的这片老叶子我还没有剪掉 所以他目前呢是有五片叶子的 老二可以说是这三棵里面井最好的一棵了 嗯 不过他有点花 他的第一片叶子井是最好的 但是没有开背 然后第二片叶子是开了一个 然后第三片开了三个 然后这一片新叶子 这又多开了一点背 嗯 他就没有出现换盆之后不开背的现象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 现在还是用水苔在养着的 没有换土培的 嗯 上面我是铺了一层翅翼土 所以他也就没有缩叶 而且开背是越来越好的 虽然后面这些叶子的井 没有第一片叶子的井这么好 但是他的这个杆子 之前还是挺绿的 但是越到上面就白的越多 本来吧 我今天就只是想把老二的这片老叶子给剪掉的 因为他现在这样乱七八糟的 有点占地方 于是我就和送我白龟的大佬商量了一下 但是我把它拿起来一看 我发现 他的根居然都已经挤出来了 而且这个底下 根也全都长出来了 为了避免曾经老绿龟那种跟在盆底下打了个结的情况再次出现 我决定立刻给他换个盆 没想到大佬居然直接让我把它给砍了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毕竟大家都说好井是砍出来的 而老大老二老三作为一母同胞的三兄弟 更应该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所以我最终决定 全都拖下去砍了 感受一下这个根性 二已经完全涨满了 这里面是空空如也 然后我给他放到这个 爱丽丝的七号盆里 我已经没有更大的白青山了 然后老绿龟曾经住的也是爱丽丝 所以应该OK吧 老二我就继续用水苔加珍珠盐 然后他也是一整个直接脱盆放进来的 这样就不会伤根 主要是现在天冷了 毕竟是冬天嘛 还是不要有那些骚操作了 我就用水苔养他一辈子 这辈子他就不换土培了 水苔已经塞好了 其实不管是什么机制 机制本身都是没什么营养的 营养全靠施肥 所以我在这里面撒了不少缓氏肥 最后再铺一层吃玉土就OK了 主要是水苔晒绿了会比较恶心 接下来就是龟背竹的暗杀时刻 这把刀也算是专门切龟背竹的了 先用酒精湿精削个毒 这里是我从塑料盒子上剪下来的片片 这些我也已经削过毒了 然后因为我是打算给他砍一半 就是砍一半 然后插一个片片进去 就不完全砍下来 然后让他借助这个原本的这个根系 再继续生长 然后他的新牙点呢 又能冒出来 老二我琢磨着就砍个三刀 这里有一个牙点 然后这砍一刀 这砍一刀 这再砍一刀 因为这个两个气根 它们连接的太紧了 我有点不敢砍 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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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老二 一二三刀已经砍好了 但是我感觉好像砍得有那么一点点浅 就大概砍了二分之一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三分之一又不到的样子 不知道能不能行 接着来砍老大 你看他这 这有个牙点 就不能浪费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牙点 就砍两刀就行了 这个砍得不错 然后他这 这个牙点在这里 我每次都感觉我 剪的挺多的 但是插起来的时候 发现好像就 只砍了一半 最后来砍老三 老三这里有一个牙点 然后 这也有一个牙点 最底下这边我就不砍了 这个 看着他这个绿螺叶子 我也不指望他能砍出点山来 所以老三就砍个两刀 这里 先砍一刀 这杆子有点细弱 我也不敢太用力 好像砍得比较浅 这里 这里有一个牙点 这再砍一刀 好了 全都砍好了 老大和老三是挨了两刀 老二最惨挨了三刀 诶 不对 我今天最开始好像是 只想把这片老叶子剪掉的 怎么就不知不觉的 又换了个盆 还砍了 搞到最后 我的老叶子没剪 三个月之后 我大概就要从三颗白龟 变成十颗白龟了 这大概就叫 作不死 就往死里作 我大概就要 我大概就要